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要想解决这样的中面形成问题 首先同学们需要对中表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在这里给大家放出了一个中表的图片 上面1到12点 同时写实的时刻也是下午3点钟 观察一下我们会发现在下午3点的时候 时针和分针已经形成了90度的夹角 但题目上问的是3点钟之后 但你想在3点钟之后 我经过几分钟 他们之间的夹角是怎么变的 在这里我们利用我们生活的常识 在钟表上时针和分针是在不停的转动的 而分针是要比时针转的更快一些的 在同样的一个小时 分针会走完整的一圈 而时针只会往前面行进一格 那既然分针转的要比时针快 所以在3点钟之后 分针就会更加靠近时针 那他们的夹角是怎么变的呀 就会变小 那问题又来了 现在夹角是90度 我夹角一直变小变小变小 怎么能再变成90度呢 我们来想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从90度减小 减小减小 最小可以减小到什么时候 就是当他们重合的时候 他们就是零度了 那零度之后呢 零度之后分针就会超过时针 他们夹角怎么变呀 就会从零度开始一直变大变大 直到有一个时刻又变成90度 好 那这个过程我们就想清楚了 接下来就是怎样计算这个变成90度的时间呢 在这里呢 同学们可以类比一下 就是时针和分针 你可以想象成是两个跑步运动员 他们在不停的围着这个钟表 跑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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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圈圈 那如果要算我追上的时间需要知道什么 然后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操场 一个圆形的 然后上面呢 假如说有两个运动员 一个运动员叫A 另外一个运动员呢 叫B 然后现在跟同学们说 A和B之间距离是50米 如果想要求出A什么时候追上B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那这里A跑的比B快一些 如果要追上B的话 我们把图画一下 B往前面跑一间 然后A追上B 在形成问题里面 我们要想计算它的时间 我们是需要知道路程和速度的 而这道题当中 A的路程不知道 B的路程也找不到 我们知道的只有A和B多跑的这一段 也就是A和B 他们路程之间的差是50米 那知道路程差 要想把时间算出来 应该怎么算呀 非常好 拿路程差去除以他们速度的差 就可以了 所以当你知道速度差以后 除一下 就算出来时间了 那这道题里面也是一样的 他们是在钟表上转 他们的路程可以看出什么呢 就是他们转过的角度 就是路程 所以我们刚刚也理清楚了 他们之间角度的关系 把路程差可以找出来 然后再找到速度差 路程差除以速度差 就可以算时间了 好 那我们把计算过程写一下 首先先计算他们的路程差 从分针落后时针90度 到分针超前时针90度 那相当于分针比时针 多跑了多少度呀 从落后到超前 多跑啊 两个90度 所以你可以用90加90 或者90乘2 算出分针比时针多跑的 应该是180度 也就是路程差 我们是可以找出来的 那接下来就算速度差了 要想知道速度差 你得知道分针和时针 他们各自的速度是什么样的 而我们说路程呢 是可以看出角度 那所谓的速度 实际上就是看你 一分钟到底能走过多少度 那对于分针来说 我们知道它一小时是可以走完整的一圈的 完整的一圈是多少度 360度 而一小时是多少分钟呀 60分钟 那一分钟多少度呢 那360除以60就可以了 所以分针的速度 我们拿360除以60 可以算出来是6度每分 那同样的方法呢 我们来计算时针的速度 时针它跑的就没有那么快了 一个小时 它只能往前面跑一格 那一格是多少度呀 一圈12格 360度 一格就是360度的 12分之一 也就是30度 所以它一小时60分钟 是可以走30度的 那一分钟多少度 那30除以60就可以 所以时针的速度也可以算出来 30除以60 结果是0.5度每分 那现在分针和时针的速度 我们算了出来 通过我们计算的结果 也验证了 确实是分针比时针 跑的更快 快多少 一分钟就可以多跑5.5度 而总共多跑的是180度 那说明跑多少分钟 应该怎么算呢 拿我总共多跑的 这180除以每分钟多跑的5.5度 就可以算出具体的时间 所以180除以5.5呢 是通过6减0.5算出来的 题目上给我们的选项都是分数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换成分数来计算 180除以5.5就是二分之十一 除以二分之十一 就等于乘它的倒数 乘上十一分之二 最后换成代分数 答应该是32又十一分之八 那这道题目我们算完 回到选项 正选选项应该是C选项 32又十一分之八 那这道题我们就讲完了 来总结一下做题方法 对于这样的中面形成问题 你可以看成时针和分针 是两个运动员 在不停的围着钟表跑步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对于所有的中面形成问题 我们都可以类比成环形跑道问题来解决 但实际上中面形成问题 还要比环形跑道问题更加简单一点 因为时针和分针这两个运动员 他们跑步的速度是一定的 所以大家可以记住这两个长量 分针它速度是6度每分 时针速度是0.5度每分 记住这样的长量以后 之后做题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不需要计算了 好 那这道题目讲完以后呢 也给大家留下了一道练习题 这道题是要求我们找出 在下午4点钟以后 时针和分针第一次行程 180度夹角的时刻 是不是挡住了 这样一道题目 好 大家看过以后 可以把这道题做一下 如果你想知道你做的对不对 可以把你做的发给片尾老师 他有一个联系方式放在片尾 好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的题目 欢迎点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课程就结束了